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军武器原来的节目主持 Larry 这是军武短打的情况 首先,第一个消息想让大家更新,包括山东浩 最近发现了山东浩离开了三亚军港 如果由海南岛出发,应该最近的路径也会进入南海的情况 南海的范围很大,出一点也算是南海 究竟他出南海意欲何为呢? 究竟他自己单纹做习品、海士、航母编队 还是将来会跟辽宁浩将来南下和他会合 还是会被台风呢? 今天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开始之前,大家记得帮忙按个like 让我们在推荐频道上容易看到我们的节目 另外,如果还没按铃铃,请大家帮忙按一下 在节目出来的时候便会收到通知 好,我们回到这一节,就是说到山东浩 《环球时报》那边说,17日、18日、19日 这些时间已经出了去做一些南海的集训 集训会包括一些男载机的升降训练 没有特别说到他有没有航母的编队 我们都相当关心,我想每天都关心 中国有001、002,甚至有003下水 003下水也有缘机,我们有时间做一节 但我们先集中说这个002,山东浩 因为以往,我们看到001比002勤力很多 虽然年纪老迈很多,002真的年轻很多 这是中国首首的国战工作 但出现的 bad率好像几乎小了点 但我们评论在其他不同的军事博主低落 他都留意到,不太 Property and doch 例えば已经前往,今后,不见了这艘航母 甚至乎有声音说连075也不见了 是否现在,075和山东浩一起演讲 如果你發覺一個是航空母艦,一個是兩棲攻擊艦 如果他們同時在海上一齊航行,究竟他們有什麼陣勢可以一齊演習? 大家都會想像,航空母艦戰鬥群爭取水面打擊、防空、空中優勢、制空拳等等 兩棲攻擊艦當然為登島兩棲作戰帶來大量支援 包括空降部隊,垂直空降的情況 再加上兩棲登陸、奪島等不同的情況進行 亦有反水雷,甚至乎反水雷登陸後再做一些暴雷等不同的情況 所以你會觀察到究竟零七演加山董號的潛力去到哪裡? 我們需要多看一些真實演習、央視 他們出了一些片段,我們可以再了解多些 始終也是這樣 在這個年代,我們看中國軍事 很難在坊間其他片段看到 都是要觀察官方想看什麼角度 想看多少 我們官乎山東號,他們的藍爵機的升降 的片段事實會比遼寧號少 這也正常,遼寧號始終出來比較久 而且遼寧號的航母編隊都做了三四次 所以你看到官方的片段特別多 之前大家也見過,今年遼寧號也出過去 也說到USS Mustang當時跟蹤著它 但我們觀察遼寧號也頗厲害 雖然說過了中期,已經過了中期壽命而過 我相信它大概還有十年時間運作左右 但你見到它老而來見,依然前出公固海峽 穿了公固海峽之後,它是一直航行的 挺厲害的 然後日本那邊,你見到穿了公固海峽 它亦有派到一些飛機和V姐 即是我們說到日本的P-1、P-3C追蹤 甚至乎派出秋月號,即是反潛的一個艦艇 再加上,你真的想不到 出雲號竟然看中了遼寧號跟它相體 大家一起陪著 所以大家的距離,大家去量度300公里不足 其實以航空母艦戰鬥群來說,就算很近了 因為300公里來計算 基本上它們有自己的防空圈 自己的防空範圍,反潛等等的範圍 所以300公里,大家已經差不多是雙方叫陣的一個情況 所以你看到它穿越之後,日本緊緊跟著 和平時代,300公里就不算是怎樣 但如果在戰鬥的時候,300公里大家都會非常緊張 潛艇當然在下面水下已經準備好暴陣 隨時攻擊水面藍艇 但你見上面,包括我們說的出雲號 接下來,上面亦會有F35B 有F35B的話,隨時會來個空中大戰 制海必先制空 如果制空的時候,對方亮出了F35B 你又未必容易 detect 到它 因為我們經常說的隱形雷達 在陸上的大功率情況下,可能比較容易實現 但海上要找到難 加上山東號亦沒有固定翼的預警機 主要都是屬於直升機那種 我們經常說的直系列 即直8、直18等系列 都挺麻煩的 即是你要做空中預警,範圍不夠大 但對方的藍載機比你高一代 所以是有點空險 無論如何都好,遼寧號前座出來了 現在應該進入西太平洋附近的區域 我想出雲號也不會跟得太遠 出去了西太平洋後 路線亦和B姐有解釋過 究竟路線會怎樣走呢? 因為路線怎樣走呢? 會看到它後一同山東號回合時會怎樣 如果路線和人間走開 大家看到出雲情況下 走到衝之鳥礁那樣太遠 差不多要太遠去到衝之鳥礁和關島之間的海域 然後再轉回來的話 這就十分搖遠了 如果這樣,一時三刻都不太快會遇上山東號 起碼要過一個星期 然後再屈回來,在西里伯斯海邊回來 然後到南海時,停泊海達附近 才能夠再和山東號會面 到時都整二十多天的情況 但走這條路線,又不說不好 第一個,當然可以叫做威懾小小關島的情況 第二個,就是現在有個颱風 有個颱風挺大的 接下來,由菲律賓那邊打到過來 即是我們香港這邊 冬至又說要打風 所以這個風應該都來勢恐恐 菲律賓那邊也造成很大的傷亡 這個風接下來也會吹過來 當然,吃到應的,海南這邊也挺應 所以這次另一個說法就是 山東號是否出來避風 075號是否要出來避風 吹去一些比較安全的海域 暫時避風頭 不要讓它雜港 打過來也是的 某程度上有機會 不會製造成一些混亂等情況 所以就算避台風,我們不要笑別人 始終有避無患 即是你早一點見到 沒有你好看不聽眼前規 見到風打過來隨時都會影響到 船上很多不同的系統運作等情況 少少機會都不會被它 出海,避一避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都不會笑別人 這個也不是一個差的預防情況 會不會呢?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看到遼寧號 你怎麼鬥就沒什麼關係 這個說法就是山東號 和遼寧號就不會遇上了 各有各的大家做這個訓練 另外一種看法 我和V姐都說得是 其實這次的編隊都不算強 日本那邊都和大家拍照 包括有101 即是南昌號055的大區 再加上一架1054A 再加上一手901的補級藍 雖然901的補級藍當然支持力相當足夠 理論上一頭半個月完全沒問題的出海 但是我們相信被人兵單薄的情況之下 應該會穿了東海峽便會擾台就算了 這種政治宣傳有少少少像 上次我們說中俄聯合艦隊 擾日一周釋放出一個訊號 就是日本不要多管閒事 台灣海峽有事 日本不要說是全貌危急事態 然後插手進去 否則這次比較下馬威的警告你先 台灣這邊也是 有繞台又是另一個政治宣洩的情況 但是當然我們也會觀察 西方這邊其實一樣會有回應 所以如果你做了這件事之後 會不會有機會來近第12次穿越台海 甚至乎來近第13次穿越台海 我們現在觀察 其實第12次穿越台海還未出現 所以我們相信今年有沒有機會 最後是有12次穿越台海的紀錄 未知,但11次是必定的 所以我們會再看來近10日 今天也20日 還有大概10日、11日左右 究竟會不會連穿兩次 台灣海峽變成13次平了以往 即是當時特朗普的紀錄呢? 但我們看吧 即是現在他們走這條路線 應該有機會會近一點點 因為我們現在看看時間上 其實也真的有些機會 有些機會 走短路線有機會在海南遇上山東號 即是做一次雙航母演習 這個就真的沒見過 做一次雙航母演習固然是好 因為真的讓坊間看 中國的航母實力 以及最重要的是他們的商戶操作 我們經常看到美國和日本的船艦 或者上面的艦載機 例如直升機、固定翼飛機 他們的互操作性相當良好 大家都用美食裝備 中國兩個是同一個軍隊 大家都是解放軍、海軍、航空母艦編隊 如果大家都能夠在不同的艦載機編隊 可以降落在不同的航母上 採用戰隊也能夠在同時服用不同的 即是中國海軍部隊 例如艦載機等等 也是一件好事 加強他們在戰時時兩個航空母艦協調 究竟可否這樣做 可能是我一雙情願的想法 甚至我們說到夜間飛行也十分之少 說到夜間飛行 其實山東號也有的 但很可見這張照片 其實我也未能辨認真偽 老實我這樣看是16 但宣傳說17 不知是P還是什麼 但無論如何 你見到夜間飛行 我暫時當著遼寧號 現在山東號有否具備到夜間作戰的能力 其實我不是太肯定 未能夠肯定 遼寧號我們就當它是油 所以山東號會否有機會 又出來做一個夜間的艦載機升降 我們又是期待的 所以做個總結 即是我們說到山東號今次出行 究竟有沒有機會做雙岸母呢? 有的,不過機會可能會小一點 機會比較大一點 反而可能真的避免颱風直接侵襲 海南三港口 可能他們的港口暫時如果被這麼大型的颱風攻擊 可能都會產生危險 所以科學地離開了這個地方 也有可能的 我們不可以笑人 另一個情況就是會合 雙岸母演練 但我們覺得機會不太高 至少山東號自己 沒有屬於自己的一個 航母編隊的陣容 我們也未能看到 所以我相信 都要等山東號 現在有沒有IOC的情況 我們都不肯定 廖寧一定有 就等山東號真的有IOC的能力之後 我相信這個雙岸母編隊 會比較好看 所以我們暫時看 都未必會出現雙岸母編隊的情況 另外,側消息說到 挺特別的 來自於外國的媒體 外國媒體一本雜誌叫做外交事務 就這個外交事務 雙岸母編 竟然曾經試過徵詢 一些外交安全領域的專家 去想想 究竟未來現在 湧客的國家 會不會在未來十年 會有些改動 例如增加、減少等等 入面的專家 50位入面 有20多位都覺得 接下來會增加 另外有20多位都覺得不會 有些是保持中立的 究竟這個合武俱樂部上還會加些什麼人呢? 流出其力 竟然有人會認為日本會在 有人會認為伊朗會在 老實,伊朗都很正常 因為伊朗根本是銳意做合武國家 有些人認為日本有機會 因為覺得日本需要再多力量 去保護自己 即是中國崛起 有人覺得藍王也要 但竟然有人會覺得台灣也可能會 台灣會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例如說美國是保護不到他等情況 但我們也知道 在兩蔣時代 甚至乎蔣介誠當時也有秘密研究到 一些叫核能的裝置 當時就是我們所說的中山科學院 即是我們現在的中科院 其實他們當時還沒有中科院 他們已經不停研究 即是合反應堆的情況 即是不停建造 甚至乎做實驗 當然最後我們說過被中情局拆反了 他們其中一位主任 最後我們俗稱他拉人封艇 美國那邊當然也關閉了他 永久將他消費封鎖等等 令到台灣失去製造核武的能力 這個可能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來說 也是有需要 因為如果兩岸做得這麼敏感 太動盪 可能挺影響到美國的軍事部署 大家都知道美國曾經深受 例如越戰 或者我們說到柏林那邊的封鎖 或者北約那邊面對的挑戰等等 其實與蘇聯正在周旋 亦有太空爭霸的局面 所以無法維持多線作戰的認識 當時的GDP也拉到4-5%去做軍費 但你也明白 有時我們不能遍面怪責美國 即是沒有在當時視中國為威脅 事實上當前的中國還在罵飢荒 何來威脅呢? 所以當時台灣距離核武 其實都真是一步之遙 但最後失敗了 可能有時也是胭脂飛腹 令到及後專注集中在經濟民生的發展 尤其是現在高科技的方向 發展得相當自然振奮 所以台灣會擁核 我們相信機會都真的不大 即是他就算想發展 第一,能力都真的不足 美國禁止也不能 所以你看到日本 他絕對有能力可以研發核武 但他也不能 被美國禁止得很厲害 自己國內反彈性也大 大家也看到台灣 你看到他們連核動力發電 我們說這個核電廠 他們都不太想重啟核四 你就明白到他們 相信你用了核彈 就更加嚇壞他們的人 所以我就相信台灣擁核這個選項 其實在台灣島裏 就不是一個很普遍的選項 而且絕對要公投 核四也要公投 這當然要公投 而核四也不可以的時候 你覺得核彈可以嗎? 所以老外有他們的看法 用軍事的角度 放回民生的角度 這些重量級的公投 其實在台灣都過不了 這就是我們今天 軍武短打第二節的情況 大家可以幫忙看廣告 亦可以訂購我們的 支持廣東話的軍事放鬆 有恆生銀行、Payme和轉速快 海外網友都可以透過PayPal支持我們 我們在其他的防衛消息 再見 拜拜